在5月6号这一天 国际高血压学会更新了高血压指南 这个高血压指南 这个更新的环境 也是和我们中国专家一个连线的过程当中 和中国专家高血压领域的专家 一起公布的这份指南 这份指南有很多新的亮点 首先说这个高血压多少是高血压 好多朋友问 说美国改成130是高血压了 咱们跟着改不改 咱现在不说咱们跟着改不改 咱看看人家国际高血压学会跟着改不改 国际高血压学会仍旧把这个高血压诊断标准 就是诊实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为1490 1490以上才叫高血压 家里粮的血压跟以前一样 还是135 85高压135低压85以上 算是高血压 24小时动态血压 平均血压是130高压低压80以上 算是高血压 这个标准啊 基本上和我们中国和很多以及很多国家的高血压指南精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还是遵循了1490的这种主流思想 与美国的这个13080不一样 有的时候开玩笑呢会说说现在是美国自己一波啊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波 当然各有其道理啊这个不能简单的这里按照开玩笑的这种思路去说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的确有变化 什么变化呢就是你这个高血压呀 分级不再是以前分三级了 现在就分两级 高压140到159 低压90到99 这就算一级高压高压160低压110以上 这就算二级高血压没有三级高血压了 简单了 便于大众记忆了 除此之外呢 这份指南中啊还提到了一些啊就是呃治疗高血压的方法认为他们不靠谱 比如说吃天麻呀喝芹菜汁啊包括呃喝一些玉米虚水啊都还提到了 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方法呀给咱们中国的高血压患者提的可能比较多 因为咱们常常使用这些替代疗法 当然啊这份新的指南还有一些精神他在提 他说就是说哪里凉的血压更准确 三种凉血压到底如何推荐 首先说真实凉血压的真实血压就到医疗机构凉的血压 这个不可替代 因为很多人呢都要到医疗机构凉 但是应该说家里凉的血压更加准确一些 而且呢也提出了24小时动态血压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监测血压 能够让你呢把这个血压看得更加清楚 总而言之啊这份指南呢的确更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 咱们呢一期视频也讲不完 后面会分着慢慢的给大家说最新的这种国际高血压指南的一些新的精神 大家呢可以留心关注